就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肛癌到发现有这个病种 到现在都已经好几十年了 但一直都没有研究到一个特效药 可以抑制它或者消灭它 说特效药是有的 但并不是说大家想到这样一种药 就立刻医好了 吃下去就医好了 就是等于以前的肺结核 以前真的好像癌症一样的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但现在完全是一种常见病来的 分分钟就医好它 但为什么癌症这么多年的研发 有时真的举手无措 你说得对 实际上从癌症的治疗来说 现在在世界的角度认可 认为癌症是医不好的 当初我们做医学生的时候 就是说2000年的时候 那个癌症就会攻克了 实际上到了今年 今天其实都没有一个希望 还看不到何时有希望医癌症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将癌症列为一种慢性病 慢性病来处理 慢性病的理解就是说 这种慢性病好像高血压、糖尿病 是医不好的 都医不好 但可以通过手段来控制 去延长生命 肝癌以发病率高、死亡率高 发病进展快 而且生存期短 被大家称为癌和 我国每年大概有40万人患肝癌 而东南沿海是肝癌的高发病地区 那它从何而来呢 接着进入健康知识考考你的环节 以下哪种疾病会转发为肝癌呢 A.甲肝 B.月肝 C.脂肪肝 D.酒精肝 B.C.D.全部都是 其实我觉得全部都有机会病变成癌症 不是,甲肝不是的 我不知道 甲肝是… 我记得甲肝最早的时候 在上海爆发那次 是因为吃了那些丝痕 丝痕 但我知道甲肝如果只有一次 就会终生免疫 不会再第二次 是吗 所以应该甲肝是可以恢复到 甲肝算是那种肝炎内面的 月肝丙肝就不行 幼儿院级别的 其实危害不是那么大 那就不知道 但起码它可以医好 它不会再第二次 所以我觉得甲肝就不是 马曼陈教授 是的,他们说得挺对的 实际上肝癌的发病原因 第一就是肝炎病毒 在我们中国就是月型肝炎病毒 所谓的月肝 月肝病人如果去喝酒 喝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国外其实很多人喝酒 都是肝癌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病原因 如果有月肝大小三阳 再去喝酒 真的雪上加伤 雪上加伤 这样他发病的机率就会更加高 更加高 当然刚刚这个话题里面 还有一个是甲肛 还有一个是脂肪肛 甲肛虽然他得到很快就好 但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少的隐患 给未得过甲肛的人 他也会有些机率会更高 现在脂肪肛 和肛癌的关系 现在大家都开始重视 但不是主要的病因 但也要注意 以前我们知道甲肛和月肛 但近年来丙肛 就开始涉及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人得到这个细菌感染 其实丙肛又是怎么回事 对转化为肛癌的机率又高不高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挺好 确实丙肛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刚刚我没有说 所以月肛是第一 丙肛是第二 我们国家的丙肛 造成肛癌的原因的发病率 大约8%到10%的肛癌病人 发现有丙肛 但大部分是伴随着月肛 听到刚刚陈教授所说 我想问一下 是否所有肛癌患者 他们都会有月肛 或者刚刚洪义所说的丙肛 在肛癌病人中 我们发现90%有月肛 并不是每一个人 当然有些是有其他原因引起的 好像刚刚说喝酒 那些小见的一些有血级虫 其他小见的原因 其实我有一件事就不太明白 虽然我们现在都未知 其实癌症是怎样得来的 但你既然刚刚说 凡是有慢性肝炎的朋友 他很容易就会转发成癌症 其实过程是怎样的呢 机理是怎样的呢 肛癌的发生是一个很长期 很慢性的过程 说起来 好像从月肛为例 其实月肛 主要是因为体内有一个月型肝炎的病毒 我们叫做HBV 月肛病毒 进入你的身体里面 如果有些人是有免疫力的 但如果你没有免疫力 大部分人会长期的病毒都在你身上 那么你是杀不死的 所以那些叫做大三羊 小三羊 叫做月肛攀带者 攀带者实际上是未发现病的 他就放在你的身体里面 实际上我们的呼吸道 也有很多感冒病毒在这里 但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人是不发病的 当然了 月肛病毒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不注意了 不注意了 你好像喝酒了 过得劳累了 那么你的体内的免疫力一落 那病毒就会侵蚀你的肛状 引起你的肛状的慢性炎症 实际上很多人的慢性肛状炎症 他们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可能有些很累 或者今晚很想早点睡觉 胃口不太好 过一两天可能他就会痊愈了 因为肛状的能力很强 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长期反复的肛状受到损害 损害就是炎症 肛状的慢性炎症 然后炎症多了 就有损害了 那些肛細胞的损害 肛細胞损害得厉害 就变成肛硬化 肛硬化再进一步就是… 肛硬 其实我们说肛炎、肛硬化到肛硬化三步曲 其实有些病人不一定到肛硬化 有时肛炎就直接引起肛硬化 这过程一般多少年呢 就是它这样演变 无论是三步还是两步 一般到多少年会真的演变到肛硬化呢 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虽然我们文献说是大概十年到十五年 但是有些人会早些 有些人会迟些 那就关键你整个颜变的因素 有没有其他因素刺激它 如果你好像月光的 我本来有月光大小三羊 我就喝酒 它可能刺激会快些 刚刚听了陈教授说 一个三步曲 首先是肝炎 慢性肝炎 接着肝硬化 接着可能就会变成肝癌 但可能在电视机前 现在有些观众 可能会有肝炎的一个慢性患者 可能听到这里也觉得 突然觉得很害怕 是否最终那一步也会走去肝癌呢 如果是慢性肝炎的患者 那又不是的 好像我们国家 应该有七千万的攜帶者 叫做大三人、小三人 我们每年才有四十万 那叫做七千人,也有四十个 其实这个机率还不太高 好像香港有一个研究 那个月光大小三羊 追踪他五年 就有百分之五的人得肝癌 会不会有人没有肝炎 没有这些症状而得肝癌的 有没有 另外一百分之十 对吧 是90 但是机率还是很少的 但是什么原理呢 如果突然有肝癌的话 其实任何地方 整个人的身体 任何地方都可能得癌症 任何时候得癌症 当然了,只不过我们说 月光得肝癌的机率是高很多的 并不是说其他人的正常人 是没有机会得到的 当然其他人的机会是很少的 如果是得到月光的大小三羊 再得肝癌的机率 比正常人要高两百倍 其实你觉得 什么人是容易得肝癌的高危人群 原来月光丙肝 最容易转化为肝癌 而90%肝癌患者都有月光 另外喝酒过渡流泪诱发的慢性肝炎 是引发肝癌的一大原因 那哪些人容易得肝癌呢 广州地区怎样的肝病 容易转化为肝癌呢 怎样才可以在早期发现肝癌呢 下一集回来 陈教授继续为你解答 精彩不容错过 闻闻这是什么 这是薰草吗 那这个呢 这个也是薰草吗 不过我更喜欢这个味道 啊 衣服 因为是用太子洁净熏香洗过的 真是有干净又清香啊 更多芳香等你来试 不想肌肤变差就要提升紧致度 紧致肌肤靠大红瓶 细致毛孔就靠小红瓶 SK2机缘连锁效应科技 先提升紧致 再细致毛孔抚瓶皱纹 年龄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的 我应该不想埋伏了 我没想到 我们来说 我要去试图 我们来说 那些重大事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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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歲以上有月光的攜帶者 或者有丙光,只有丙光的 或者有光癌化的這類人 會容易得到光癌 或者它有光癌的家族史 特別是有血緣關係的 直系的親屬,只有光癌 這些人都是容易得到的 還有一些喝酒的人 有些是吃魚生 但那種光癌是另一種類型的光癌 是不是肝吸蟲引起光癌化 對,血吸蟲引起吃魚生的肝吸蟲 但吃魚生,如果是吃海的 或者流水的魚生是不怕的 它只要是塘養的魚就不行 其實有一件事,我們不要說這麼遠 你不要說小食 回到廣州地區 甚麼的光癌容易往光癌的方向走 剛才我提到的是月光的大小三養 只有光癌,就是月光大小三養 但有些人認為原來是大三養 主要是小三養,以為沒事 其實是不對的 其實小三養還是得光癌的機率 比大三養要高 另外,其實最重要 就是月光的病人 一定要去找專業的醫生看 查查那個我們叫HBVDNA 就是說月光的DNA 看看它是否高 如果高的話 它得的機率又會高一點 那些病人就一定要吃藥 在廣州,月光的大小三養 是誘發肝癌的主要原因 而且小三養得肝癌的機率 比大三養更高 35歲以上的慢性肝病患者 有肝癌家族時 瑜伽、肝吸蟲感染這些 都是導致肝癌的危險因素 有以上情況者要特別注意 及時去醫院檢查 那做甚麼檢查 可以在早期發現肝癌呢 A.B.超 B.C.T C.肝功能 D.尿檢 我覺得D不關事吧 對,好像D不關事 那個腎有問題嗎 那個腎也是 那個是檢查甚麼 我覺得A、B、C… 確實體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發現肝癌方法 我覺得正常人都應該每年進行一次體檢 體檢的內容 最好包含超聲波檢查、肝臟 還有一個甲胎蛋白也很重要的 當然如果每年體檢 其實都最好查一查月光的大小三養 有些人是不查的 其實這個應該要查 但是我剛才所說的 月光的肝癌的高危人群 就應該半年一次 而且是終身 我覺得有一個誤區 有些人說,我很怕癌症 立即去看檢查一下 一看檢查完畢,沒事了 他以後不再去 這是不對的 因為癌症很難預料是甚麼時候有的 就像我們的地震一樣 永遠判斷不到 它是甚麼時候發生 在肩膀上發生 所以我們看到剛剛這個題版上 這四項其實你覺得都要檢查還是怎樣 有針對肝癌的體檢方法 最標準的方法就是 超聲波加抽血的甲胎蛋白 常規體檢應該這樣做 但是現在我們醫院 我們有個體檢中心 他們現在用很低 輻射的CT 更加準確來做檢查 這樣也有 但標準的方法應該是超聲波加上抽血的甲胎蛋白 陳教授,剛才提到檢查 我們就知道肝癌到他真的發現的時候 可能時間非常短 如果是保險起見 我真的覺得袋裡有少許錢 我不是了 一個月檢查一次 甚麼甲胎蛋白 不是,很恐怖 突然間出… 歡迎一致舊 我答你也對 是… 有否搞錯? 你不如每天都檢查 如果人們太擔心 其他有甚麼必要 其實甚麼時間比較適合 對,其實多久做一次檢查 我們是科學性的 其實肝癌的發生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其實並不一定那麼可怕 首先,我說一個兩公分的肝癌 如果他長到五公分 有人統計過大概都要一年半的時間 到五公分,就要命 可能都要一年至兩年的時間 所以其實大部份 我當然不是說每一個 其實他需要足夠的時間給你看檢查 關鍵是我們作為群眾 會否提高警惕 定期檢查是一個很重要的 當然你說每天做,每個星期做,每個月做 那麼這個社會的醫療的代價是太大了 所以我們跟科學來說 是半年一次比較合適的 如果是越剛大小三陽的人 他的家人也得過肝癌的 特別是那些親屬也得過肝癌的 那麼我們要求是每三到四個月 一定要體檢一次 而且我們所說的體檢不是一次兩次 一定要終身 一定要終身 每年都要做,或每半年都要做 永遠都要這樣做 不過我剛才聽教授提到 兩公分的肝癌和五公分的肝癌 那是否一個分界 兩公分的危害是否沒那麼兇險 五公分以上就比較兇險 對,一般是越少 越早期,腫瘤就越少 這樣治療效果就越好 陳教授,其實說回來 真是一個不幸運,驗得出來 那麼早期有甚麼手段去治療和預防 那麼肝癌治療的方法真的很多 很多 而且如果是真的早期肝癌效果是很好的 很多人生存是超過五年 那麼我們根治的方法 最好的還是開刀的治療 因為一刀就將腫瘤切到 這樣得到根治的機會是很大的 那麼我們醫學上一般將肝癌 分為根治性的治療和孤式性的治療 那麼根治性的治療 即是很有機會醫治好的這種病人 它包括開刀切除 或者換肝 或者以射頻代表的消融治療 那麼這個射頻治療 治療很小的小肝癌效果是很好的 跟開刀效果是相近的 那麼其他的我們歸為孤式治療 這些孤式治療可以通過治療方法 能夠控制著腫瘤 延長生命 最主要是我們所說的介入治療 還有放尿、化尿 還有中醫藥治療 都是一種很孤式的治療 能夠在不同方面幫助病人 其實我想知道如何才能根治 例如他做了手術之後 這個患者可以再存活幾年以上 你們就可以判定在醫學上叫根治 叫存餘 多年不復發 至於根治其實是一個治療的標準 我比這個病人做了根治性切除 不等於他真的獲得根治 是一個治療的標準 即我達到這個標準 這個病人的生存機率可以達到 如果在肝癌來說 可以達到50%以上 即五年的生存率達到50%以上 當然沒有一個人說想自己患病身體 是不舒服的 但真是這麼不幸 像雄爺所說 真的發現患病了 其實建議患者 其實他應該怎樣有一個態度 應該怎樣去做 對 其實得到肝癌 真的運氣不太好 運氣不太好 但我覺得有幾點要注意 我覺得第一點 一定要尊重科學 我覺得應該是 對我們各人來說很重要的 有些人認為德光銀 可能四處求醫 聽這個說、聽那個說 聽上去街邊的… 偏方… 有些偏方、鼻方… 其實這一點就是他不尊重科學 其實第二點 我覺得你找一間 你自己信任的醫院和醫生 聽醫生的吩咐去做 第三點,你得到鼻子 你一定有信心 有信心的話 其實路還會走得很長很長 民間會有一些人擔憂 不一定是說肝癌 很多腫瘤或其他癌症 很多病人或家屬 最主意的就是在於 很害怕會否開刀 反而會否擴散了 而且更加重了 要求保守治療 這是最多的觀眾想知道 採取更有效的方法 其實說得癌症 如果有根治性治療的機會 治療得好,一定要把握機會 這是很重要的 當然,我們有些人說 耳流共存 實際上耳流共存 我們認為 你不能夠達到根治性治療 腫瘤一直在你的體內 你再想辦法耳流共存 不要說一開始就不治療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特別是聽訊的謠言 說腫瘤你不理會它 也不會變化 實際上我們看到千千萬萬的人 是極少極少 很看見是這樣的 陳教授,我們知道 有些癌症 可能我們女性比較熟悉 就是宮頸癌 宮頸癌 對,它是有針可以打的 可以打疫苗 是 疫苗 我都很想知道 其實有否針 如果針針的話 就不會得到肝癌 是的,你的問題說得很好 確實是 月光是可以預防的 我們國家已經實行到 全民的 強制性的新生兒的 月光疫苗接種 所有的新生兒 都要強制性打月光疫苗 如果打月光疫苗 出現了月光的抗體 表面抗體陽性的話 可以達到一個免疫的能力 可以終身預防 不能得月光 這樣就大大減少 得到肝癌的機率 超性波加上抽血 隔開蛋白檢查 是檢測肝癌的最好的方法 普通人應該每年一次定期檢查 月光帶小三人患者 或者家族有肝癌病史的人 就應該半年進行一次檢查 肝癌是可以預防的 定期檢查 加上打月光疫苗 也可以幫助我們預防肝癌的發生 接著又到了健康問題 考考你的環節 小肝癌的患者會有哪些症狀 A,食慾減退 B,右上腹隱痛 C,佛力、消瘦、水腫及發熱 D,黃毯、皮膚騷養 肯定沒有食慾 你有病,肯定沒有是好的 但覺得… 全部都是 A、B、C、D都是 我不是這樣意味 上次我上節目 他們就說不察覺 要到晚期痛的時候 檢查才是晚期的 對,食慾減退 所以我聽說沒有反應 你覺得A、B、C、D都不是 其實沒有症狀 不,可能是食慾減退 我估計不察覺的症狀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問陳教授 怎樣才會為止小肝癌呢 尺寸去到哪裏 小肝癌在醫學上 都是一個分類 根據腫瘤的大小分為小肝癌 小於三公分為微小肝癌 五公分為小肝癌 十公分為大肝癌 大於十公分為巨大肝癌 根據腫瘤的大小分類 當然,小肝癌屬於早期肝癌 事實上,早期肝癌 絕大部分是沒有任何症狀的 而且是症狀不典型 或者是症狀不典型 我們看到A、B、C、D 其實都沒有這些症狀的 這些症狀大部分是晚期 中晚期以後出現 當然有小部分的小肝癌 會有一些症狀 但大部分是沒有症狀的 如果沒有症狀 我們以前沒有症狀的肝癌 治療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叫做雅臨床期的肝癌 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的 反而沒有症狀的肝癌 對,因為是體驗發炎的 體驗發炎 即是五公分左右 即是沒有任何反應的時候 當然是早期 所以我們以後體驗 一體驗,一發現 大部分是早期的,效果很好 我想知道,如果是很早期 你所說的很早期… 驗甲胎蛋白會否驗出來是異常 甲胎蛋白在肝癌中的診斷是非常重要的 有甲胎蛋白增高、升高度 如果肝癌發炎有腫瘤 很多都是肝癌 但不等於肝癌,就是甲胎蛋白升高 有百分之五十的肝癌病人 是甲胎蛋白升高 所以甲胎蛋白陰性不能夠說 這個不是肝癌 其實那個指數也不是百分之八 全面提及 它升高就肯定是,不等於不升高就不是 有些人說肝癌中有腫瘤 甲胎蛋白不高 我不是肝癌,可能是其他地方 其他原因,這是錯的 還有一件事我想問 我有個同事,他們看檢驗時 那個醫生就說 你的肝有個血管扭 當時嚇到鼻孔都沒有 扭,一聽我扭就知道 但他就說這些可能是自出糧胎 已經帶著出來 而且每一年體檢驗好像都差不多 沒錯 這些需要處理好嗎 以後會否惡變 肝血管扭是一種良性的疾病 有些確實是一出生就有了 而且肝血管扭的生長是很緩慢的 絕大部分是不會引起 任何症狀或不舒服 而且不會引起生命的危害 好,再說回小肝癌 如果得到之後 有什麼飲食的禁忌 跟一般的肝癌有什麼不同呢 小肝癌就是早期肝癌 絕大部分都是沒有任何症狀的 那小肝癌的患者 有什麼飲食方面的禁忌呢 它跟一般的肝癌又有什麼不同呢 肝功能不正常 食養肝的保健品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懷疑得了肝癌 應該去哪個科室檢查呢 下一節回來 陳教授繼續為你解答 內容精彩,不容錯過 健康知識每周學 人人都不想錯過 中醫教你怎樣養生 西醫教你怎樣疏心 身心健康很重要 中西醫專家齊相鎮 傳授養生保健知識 健康十分播出的健康一百分 幾年前肌膚遇到神仙水 改變了他的命運 越早用神仙水 所住年輕肌膚越長久 再過十幾年 青梯頭還在這裡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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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天有保護熱情動起來 全英護書寶吸收凹草 倒轉也能迅速吸收 兩倍肝爽超捷徑 更長更寬 兩多也不怕漏 古書寶 是實力派就要做到更好 長時間排練 就要長後無涉保護 新海飛絲 有後去試 更給你持久無涉保護 忘記投資煩惱 去試實力派海飛絲 好, 我說回小肝癌 如果得到之後 有甚麼飲食禁忌 它跟一般的肝癌有甚麼不同 小肝癌實際上是一個早期肝癌 至於跟飲食的關係 其實還不算很大 肿瘤已經發生到了 其實你做甚麼飲食 想去生長或不生長 都是毫無作用的 即是大肝癌或馬鈴肝癌一樣 一樣的飲食 或者跟肝病也一樣 护肝也應該一樣 好像聽說 當然任何人 即是說你的飲食 都要一個健康的飲食 特別不要吃太肥膩 煎炸得太厲害 不要喝酒 聽了教授說了這麼多之後 我們發現 只要從日常生活中著手 關注自己的身體狀況 和定期體檢 其實肝癌完全可以預防 沒錯 好,接下來我們馬上進入 我們的健康達人看問題 小張去看檢查之後 看檢查結果說肝功能有點不正常 她說看檢查過肝有事 肝有事? 女兒,不用怕,讓我看看 高了一點而已 小意思沒甚麼大問題 媽媽買些東西給你,調理一下 可以了 媽媽去買了很多養肝的保健品 還拿了一些醫肝鹽的藥 說吃保健品是中藥,沒有副作用 還可以令肝臟恢復健康 叫小張每天都吃一點 請問肝功能不正常 吃養肝的保健品有用嗎 我覺得保健品 只不過是在你沒事的時候 感上天花而宜 真正都是靠你自己 調節飲食、休息好 我覺得這些東西沒甚麼用 我覺得應該說 首先要弄清楚肝是甚麼問題 然後我覺得保健品 養肝的保健品是可以吃的 但我不贊成這樣吃藥 說得對,實際上我剛剛所說的 最重要還是尊重科學 我覺得像你說 發現肝功能不好的話 我覺得最好還是要找醫生 找專家去看一看 當然你自己直接去醫院看也行 或者你自己找一個醫生的朋友 幫助你了解一下 兼釀的指標不正常 要吃甚麼、要注意甚麼 有時不是單獨吃藥,很簡單 有時可能有些指標升高 有時你馬上睡得不好 有時煮多煤,高一下 其實那一下就沒用 沒事的 虛報有時候 對,虛報 吃少許是移情,吃多就傷肝 對,你吃太多的營養品 肯定不好 其實藥物和營養品吃得多 其實會加重肝臟的負擔 因為任何食物和藥物 都要經過肝臟進行消化解毒 你吃得多了,其實對肝臟不一定好 而且我覺得小張其實不用太緊張 他說檢查出來是肝功能不正常 不代表真的只有肝腫瘤 對… 肝功能不正常和肝腫瘤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兩回事 但它會否發展到那個方向 這樣你說得對 如果你是月光大小三陽的攜帶者 如果長期反覆的轉胱瘤升高 證明你有肝臟、炎症、反覆的炎症 太過頻繁、太過嚴重 是容易得肝癌 雖然陳教授跟小張說 其實不用擔心 但有一天,張懷義下班後 遇到老街坊 聽了一段說話後,心悶悶悶悶 究竟發生甚麼事呢?繼續看影片 尚義收工回家,看到街坊招樓 阿姨,為何愁眉苦臉 最近女兒去檢查身體 說她肝有問題 也不知道會不會是甚麼 即是甚麼 肝癌吧 不要這麼嚴重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帶她去醫院檢查 你去醫院檢查? 是的 是甚麼科? 應該是內科吧,都是肚子裡的東西 內科? 也不是,我覺得應該是外科 有一個叫肝膽外科,應該也適用 肝膽外科? 是的 不如去做個超升科比較好 檢查清楚最好 超升科? 不過掛個腫瘤科更好 一瞭八瞭,先檢查 檢查得切切底底,你不用擔心 腫瘤科? 是的 究竟我掛哪科? 如果懷疑得了肝癌 應該去哪個科室檢查 如果你想排除是否肝癌 我覺得應該去看腫瘤科 不,她看了檢查 如果她懷疑是肝癌 就應該去看腫瘤科 但如果未到那階段 譬如肝的其他問題 有一個叫消化內科 都應該去管治肝 當然你懷疑有肝癌 綜合醫院,首先要看肝膽內科 還有,如果一般肝病 還未懷疑肝癌 首先可以看消化內科 或者有些肝病內科 還有一些醫院 像南方醫院,有些是感染內科 因為感染科,很多是治療於肝 對肝病也比較熟悉 現在在你們醫院 有哪一套專門針對肝癌治療方法 至於肝癌治療方法 我們有很多治療的指南 而且治療方法是很多的 有九大種治療方法 移植、開刀、射瓶、化療、放療 生物治療等等 有九種治療方法 我聽過這九種 其實現在可能很多人都希望 特別在治療癌症時 很多人都說 有否這種中西醫結合會更好 通常大家會認為西醫的方法 例如開刀、化療等 其實對身體本身 亦是一個很大的… 正常細胞是一個損耗 對 有否一些中西醫的結合 對 至於說到中醫治療肝癌 是起到比較重要的作用 很多病人都喜歡看中醫 所以在西醫治療的過程中 我們都同意病人進行中醫治療 中醫治療的治療 能夠減輕症狀 讓自我感覺會更好 然後胃口更好 馬上睡得更好 這樣有利於進一步接受西醫治療 我想問我身邊也有老人家 他們可能年紀很大 才說這麼不幸 出來是為了患癌症 其實是否多少歲以上的老人家 其實建議他們保守一點 都是用中藥治療 不要再說是動刀 其實主要是治療 腫瘤還是西醫治療 中醫沒有一個癌症的概念 當然他能夠針對性的辯症論治 減輕症狀 當然如果有一些很晚期的 沒有任何西醫治療方法 有時我們都會叫他吃中藥 讓他減輕症狀 讓他身體舒服一點 還有有一件事 因為我知道如果患者患了癌症後 很多時候像熊兒剛才所說的 會嚇死 其實作為家人和身邊的朋友 其實是否不要讓他知道會更好 讓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 就因人如意 其實法律上要求 患者有自己疾病的知情權 但是我們國家特殊的情況 我們會和患者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讓他不要害怕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 你有信心 其實效果會更加好 好,今天專家跟我們說了很多 有關肝癌的常識和肝癌的防治方法 最後有請陳教授跟我們總結一下 今天來說,肝癌是一個叫做癌王 實際上大家說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 實際上肝癌可怕,但亦不可怕 肝癌好在其實是可以預防的 我們剛才說的 如果身身魚都能夠打月光疫苗 這樣他以後就不會得到月光了 以後整個人群得到月光的機率是很少的 即使是正常的人群 好像我沒有打月光疫苗 到我們現在的年紀了 其實上,肝癌還可以通過 對月光病毒的治療 或者少喝酒,生活的調整 飲食的調整會減少肝癌的發病機率 即使肝癌要發生 如果你能夠定期去做身體檢查 早期發現的話 特別是如果是小肝癌發現的話 你醫好的機會是很高很高的 事實上,在我們的科室或其他院 你發現小肝癌做完手術以後 生存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病人很多 當然,如果你得到肝癌 不能夠手術撤除了 其實還是有機會的 現在的治療方法還是很多 經驗很豐富的 我們醫院來說 通過一個多學科的綜合治療 很多晚期病人都能夠生存到三年 甚至五年以上 所以只要你有信心 聽從醫院的和醫生對你的治療 和吩咐的話 你應該有信心活得更長時間 好了,首先大家要知道 就算得到這種病 可怕,但不需要心驚 一定要建立一種信心 就能夠戰勝它 沒錯,肝癌並不可怕 學雄爺所說 一定要有信心 以及祝電視機成的觀眾身體健康 好了,如果大家想重溫 我們今期節目的精彩內容 可以上到我們的廣事網 三個www.gztv.com 來點擊收看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下期再見吧,再見 再見